還有崑山總召 還有秀偉總召 那麼還有我們所有的議會的前輩 也是未來的學長姐啦 志豪在這邊也向游院長來報告 那當時 2014 年時這場選戰 今天是有夠精彩 那最後的結果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看到 特別是新北市民都看到這個記台 後來也稍微有一點遺憾 這個遺憾就是後來被朱立倫再次的執政 那再次的執政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他相關的政見跟承諾全部都挑票 剛剛觀眾總召有說 不管是社會住宅還是三環三線 那當時 2010 年的時候 他提出三環三線我來實現 後來結果到底有沒有實現 沒有 那到底後來他再次的 這個執政之後再次連任之後 也還是沒有來實踐 特別是行進綜合的萬大樹林線 這等到民國民國114年了 所有的新北市民 特別是中後 行進路線的市民等都等不到 這些問題 朱立倫市長一定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那特別是他的接班人侯友宜 目前的副市長 特別是這個副市長 他必須要面對到他的施政總檢討的時刻 那他難辭其咎 他一定要來面對新北市民 他的老長官 過去他也當了七年多的副市長 他一定要負起責任 來說明朱立倫市政府 到底完成了多少的施政建設 他必須全面的面對檢驗 我想我們在場所有的議員的前輩 還有我們的新人 我們一定會匯集所有的他的施政總檢討 把所有他施政的確知 把所有他過去的承諾沒有實踐的 要一一的拿出來盤子 這才是我們未來 包括我們郵院長 我們期待這隻非常強大的母雞 在辯論的時刻 可以跟侯友宜 甚至跟國民黨的市長候選 不管是誰 郵院長絕對是有過去 不管他的從政經歷也好 不管是帶領新人向前衝的難力也好 我相信 以我一個新人來說 絕對是相信郵院長 未來一定會帶領新北市往前衝 謝謝